2014兩岸企業家峰會 在台北召開會議 兩岸約會代表超過800人 是歷年參加人數最多的一次 包括前副總統蕭萬長 及目前在台訪問的 大陸海協會會長陳德民均有出席 為峰會揭開序幕 會中蕭萬長表示 希望未來兩岸企業合作 能讓人民有感利益共享 過去一年 有關兩岸 制度化經濟活動的機制 建立了兩岸的 護貿協議等 在台灣社會引發 激烈的爭辯 甚至於 對立衝突 這顯示兩岸經濟活動 雖然是 不可逆轉的趨勢 但也需要針對各種 疑慮及相關問題 做出必要的 改變及調整 才能夠增強民眾的信心 突破兩岸合作的瓶頸 兩岸企業家峰會 今年以深化企業合作 推動轉型升級為主題 峰會邀請兩岸企業 凱模發表專題演講 而備受矚目的阿里巴巴集團董事長馬雲 在演講中特別強調 創新是年輕人的事情 應該把機會留給年輕人 我希望阿里也能夠為台灣和中國大陸 兩地的貿易經貿做出貢獻 也正在考慮 也希望兩岸的各個組織和機構 給我們有個機會 來感謝台灣年輕人的機會 我們希望做一些投資也好 基金也好 能夠幫助更多的台灣人 台灣的年輕人到大陸去創業 去學習 去交流 去溝通 因為很多的knowledge 對我們來講是非常珍惜 很珍貴的 台灣企業代表台積電董事長張忠謀 在世界半導體供應鏈演變為題 發表演說 張忠謀表示 台積電創立的宗旨 就是轉型升級及合作 對於大陸積極扶植半導體產業 張忠謀也說 台積電能扮演好協助的角色 增強本土的供應鏈 企業家高峰會為期兩天 主辦單位希望 能在整合兩岸市場 使兩岸企業合作帶來的利益 能向外擴散 讓社會大眾共享 中央社記者洪黃軍 吳亦林 台北報導